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,台湾二手烟问题严重,有民众在脸书爆料公社发文,6日下午在墾丁南湾汽水时,发现沙滩像天宫炉一样,插满了烟地与垃圾,她告知旁边吸烟者南湾禁烟否则报警,对方置之不理,没想到警方受理后,没移送管理单位,对此指控,警方强调吸烟者年级资料都有登录。 屏东县卫生局则表示,这类检举案件都是上班日进行采访,未来会派员到沙滩加强机场。 后来我们后面来了一群人,男男女女加起来大约十来个人大喇喇的抽起烟来,因为我的两个小朋友都有过敏性气喘,我起身跟对方说墾丁公园管理处在2014年就发布包含南湾等七处全面禁止吸烟,上面也有告示牌,你如果再抽的话我会检举你。 过不到五分钟他们又继续抽起烟来,我又过去跟他们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你们还在抽,他回我说那边也有人在抽烟我怎么不去管他们,我就看你怎么管我,叫警察来啊。 我当下真的生气了,打了110报警,后来警察也来了,警察告诉我他们不能开单,开单归肯管处管,所以我把他们抽烟的照片给了警察,警察告诉我他们会转达给肯管处告发。 到了晚上9点30分我打电话到肯管处询问,对方却告诉我没收到肯丁警案分局的文,我又打回恒川派出所询问,竟然告诉我不要为了那些小事去影响自己的假期。 对于民众指控,肯丁派出所所长陈献丰表示,当时远警到场后便登陆被检举抽烟者的年级资料,是一名四十几岁的台南师姓男子,但这类案件都是上班日才能移送卫生区或肯管处处理,检举人却不断要求警方开单,只能尽力安抚解释,未来假期将针对各海滩加强机场,平。 县卫生区副局长李嘉芳指出,类似违反烟害防止法案件,虽能向警方检举查契,但不属于重大刑事案件,通常都是等待上班日才依检举内容裁罚,警方大都会协助登陆违法全年级资料,连假或暑假期间将研究由鸡茶园到各海滩鸡茶开单。 卫生局表示,民众如果在禁烟场所吸烟,依照烟害防治法第15条等规定可处2000元到1万元不等罚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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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